好我们看到前往中国大陆移植器官 其实是有种种问题的 接下来带你来关心一项惊人的数据 从2000年到2011年 台湾人到境外去做移植器官手术 有九成是选择来前往中国大陆 冒着器官来源不明 以及术后可能出现的严重感染风险 有的病患甚至花了大约台币1500万元的价钱 前往大陆的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接下来的新闻我们独家采访 器官移植病患的家属 但应第一手了解中国器官移植黑幕 归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一个李医师 挂了一个器官移植的门在那里 李医师 之后当天那个主人就叫我们住下来 然后就开始一连上的建筑 高龄的肝硬化患者A 先是请托台商打探器官移植讯息 在2012年9月初 以一般出国的方式前往大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而且选择一次手术 同时换肝 与因为治疗肝病也受到损害的甚 我本来早上是要换肝 所以那明明是建议说 与其你之后再来换肾 到目前的日子 就像换汽车零件一样 医生荒谬地向病患推销换器官 而且能够同时拥有适合的肝肾供体 在台湾根本不可能 可是A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被通知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肝与肾 我只能讲说从那一天见到他 到后来有公体可以做手术 大概经过了一个多月 说实在他比对 我也不知道他比对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因为他已经建好了资料库 然后公体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到底是不是 还是怎么样 其实A还不算快的 家属听说有的病患 一个星期就冻刀 根据报道 有大陆医生一年完成 246例肝移植 也有病人48小时内 就进行两次换肾 高效的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 让过去十年 国际人士前往中国 进行器官移植旅游 盛行一时 有外国人 但是没有去仔细去学认 说到底是哪一股国际 我只知道说十楼有个 有一个比较什么什么 他是觉得什么国际 什么什么特区的什么什么病房 那个门 那个门径就比较顺眼 因为可能一些比较特殊的背景的人 就是住的 我猜了 大陆医院仿佛就像黑暗的 器官供应超市 火生生的肝肾被切上架码 有病患愿意出钱 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 随药随到 对 那外国他们这样一个组 大概就有五六个六七个 那么多组别 那医生大概就有几十个 对 开刀房好像都在电楼 但我没有上去看过 不知道几个开刀房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手动 其实是下午四点 出来的时间不是很确定 大概凌晨两三点就有了 A与许多其他器官移植者一样 移植手术可以说是完全秘密进行 医院也尽可能地对家属隐瞒讯息 从医师的资料 办理的文件 比对的情况都在含糊中带过 虽然已经足足花了一千五百万台币 但术后的A就一直有感染问题 对 因为感染了 所以功能没有发挥了 还有一些精神状况的部分 之类的 术后两个月了 术后两个月了 到现在还在家里面 回到台湾治疗的A 虽然状况一度稳定好转 不过在移植手术一个月后 A中风没有任何意识 台湾医师推断是因为细菌感染 一千五百万台币买不到健康 却换来了严重的感染 来源不明器官交易买卖 医学道德伦理气质 蓬勃发展的中国器官移植中心背后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存在着违背伦理 谋取器官移植暴力的黑幕 也许不只是病患 家属或医见 中国器官移植滥用问题 正在严重地考验着 所有人类的道德与良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